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伤心点 你二姨说人家姑娘对你挺满意的 哎呦 我知道了 你们俩俩这是干什么呢 开慢点 你这一早早 遇到哪路神仙了 到几点了 儿子的事一点都不操心 买菜去了 顺便断练断练 回家 回家说 各单位请注意 各单位请注意 一辆维号为291的蓝色马自达车车正向市区东部逃占 司机是一名年轻的女性 请在附近之前的交警与拦截 进行盘查 各单位请到请回答 收到 提示茧 立马 claims 停车 听得听到没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走 走 怎么回事啊 警察 希望你跟我到公安局去 我为什么要去公安局啊 因为你涉嫌犯罪 你必须接受公安机关的训问 什么涉嫌犯罪啊 走吧 放开我 警察都可以随便抓人的 希望你配合我们工作 我的车怎么办呀 放心吧 你的车我们会处理的 去就去 我是赵耀 在穿越路南段 我已拦截尾号291的犯罪的嫌疑车辆 请你们马上派一通 别碰我 我告诉你啊 我马上走 哎呀 我马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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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碰我去 走走 自己快走 那好好走 站住 什么情况 我正找你呢 就这样 站住 这是你们要求我们协助抓捕的嫌疑人 让我给对找 谁是嫌疑人 你闭嘴 可以你 纵可就抓到了 交给我啊 哎 什么 保密 哎 你超不惜你 这是我个人的私事 你还想管怎么着 别的事 我可以不管 哎 他爸 你药吃了没有啊 这不正忙着呢 过会儿 你们这一老年少啊 都不让人省心 吃个药还让人催 真是 把他的腿给掰扯了 我信 哎 老同学 我可从来没求过你 你跟你们杜队说什么 把我调到个刑警队了 我跟你说 我们单位那边放人没问题 不是 你这个想法怎么就和常人那么不一样呢 我怎么 哎 不是 这 黄涛 什么情况 装错人了 他不是 真正的嫌犯在二队呢 啊 不是 这不会吧 我当时你们那个 王 你马上和二队地坚 核实一下情况 是 我这人可丢大了 不是 又不是干这行的 说得差错的时候 再走难免的 目标不明确 心大 行 回吧 丢动事再说 李峰 你进来 哥 你怎么了 没事吧 你怎么这么样 赶紧 对不起啊 我向你道歉 要不你去哪儿 我送你 用不着 自己打车 你这样不行 再说这个地方根本打不上车 来 去哪儿我送你 让开 让开 去哪儿啊 人民医院 好的 干嘛 你还有事啊 我帮你一把 不用 你走吧 你这样不行 来我服你 哎呀都说不用了 烦死了 是不是特疼 要不你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儿 我帮你去交费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我没别的意思 我就是为了帮 徐主任 徐主任 喂 徐主任 徐主任 哎呀 钱总你脚怎么回事 晚了一下 我爷爷检查结果出来了吗 检查结果出来了 没有太大的问题 就是血压有些不稳 那他明天可以出院了吗 可以 谢谢你啊 那我先走了 你先忙 哈喽 我现在已经给你往后调了一个班了 赶快回来啊 好好好 那我会尽快赶到的 谢谢队长啊 帮你 你老跟着我干什么呀 我为了帮你啊 用着 那什么 要是你不需要的话 那我走了 那我 Hoşçak的 我 wurde entspít了 我老跟着我 你走 你走 你看 我走 我走 你走 小董 你看看 这上面有我前几天写的一篇文章 坏了 这下可坏了 你干什么 这一劲一炸的 你看看 你看看这上面都写了什么了 瞎操心 没力的事谁干 现在哪个房地产不是暴利啊 你再仔细看看 这上面说的就是前不久 咱们叫预付款的那个楼盘 说是投工减料 这可怎么好啊 给小药选房 选了半天觉得这个小区不错 位置好 离家近 配套设施齐全 将来有了孩子 还有幼儿园 还说什么是重点学校 也要在这里建分校呢 你想的还挺远 女朋友还没谱呢 想办法退房吧 退房 你的本事哪去了 钱钱没占上 房子房子没混上 好好好 真是全怪我 怪我没本事 让张英伦到我这儿来看 让张英伦到我这儿来看 李总 你看看这张报纸 这不过是学者阶级发布的言论而已 意思在工作面前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这个老钱狂妄自大 他老是管不住自己那张嘴 他说别人我不管 可是拿咱们的楼盘说事 那可不行 原龙啊 你想个办法让这个老东西闭嘴 在我的楼梅卖完之前 我不想在媒体上再看到他 明白了 好 你抱着警啊 对对我抱着警 什么回事啊 他车追我回来 我的车 你抱着警啊 怎么这么宽着道 你们还能追到一起 我把车从旁边他还追呢 你会开车吗 小朵 最近工作忙吗 不忙 什么事啊 都比不上身体 嘴啊 越来越甜了 可我这身体 越来越不争气了 你身体没事 我都已经跟徐主任打听过了 明天假我都已经请好了 一早我就过来接你出院 好 我也不想在医院待着 在医院待久了 没病都能整出点病来 以后呀 你就好好在家养病 我呢 就叫你的贴身护士 我可使不起你 你男朋友该不干了 什么男朋友啊 早分手了 小朵 这事可马虎不得 我不能让你当圣女 有何事的 就赶紧定下来吧 我 爷爷 我不结婚 我要跟你在一起生活一辈子 爷爷赔不了你一辈子 要是你爹妈都还活着 这事用不着我操心 我是想看着你找个好人 我也就放心了 爷爷 你怎么了 你怎么急着把我扫地说门 找男朋友不能太挑剔 那也不能是个男的就嫁呀 我是说要看基本面 比如说人品和金钱 那人品就比金钱重要 爷爷 你这关键太落伍了 人品和金钱都重要 那关键 我不会找什么大款 因为我自己可以养护我自己 关键是要看感觉 感觉有时候也靠不住 你们年轻人哪 我是越来越读不懂喽 要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那我还不如不找呢 我就单身好了 反正我不能让你嫁不出去 你要替我灯吧 说不准 你不能带在这个地方 我们马上要进行检查了 哎小悠啊 你来到这儿好 来 哎 没有怎么回事啊 哎小悠我跟你说 马上就要搞市容和安全检查了 这个人在这个地方 要是被领导看见 那就不得了了 哎 你身份证呢 我没有 没有 那你就要搞市容和安全检查了 你家住哪儿 我没家 没家是吧 那行我给你找个地儿 走 我带你去市容所 要不然你东西拿走 跟他去吧 快去去去去去 快过来 去 走啊 把东西放后面箱子 来 好了 上车吧 行了 你们回去吧 啊 小悠谢谢啊 别客气 就知道看报纸 也不知道帮帮忙 每次做饭 都弄得这么费事 又不是做国宴 得要多少帮手啊 国宴你吃过吗 总国宴国宴的 真要是做国宴 你想帮忙还帮不上呢 真是 人家谁要你啊 我这是看得起你 哎呦喂 又怎么了你们 没进门就听你俩嚷嚷 呦 这么早就回来了 怎么样 跟姑娘见面了吗 什么姑娘 哎呦 就是你刘阿姨 给你介绍的那个对象 怎么样 能不能成啊 唉 能成不能成 你得问人姑娘 你问我哪儿我哪知道 你问她吧 哎 钥儿 哎 不是都说好了吗 那么说不来就不来了 那我先找谁去啊 我车被人扣了 我想让你帮我接爷爷出院 算了算了 我自己想办法 上车吧 我知道你去医院 我送你 怎么又是你啊 上来吧 这会儿打不上出租车的 这会儿打不上出租车的 哎呦 吃点常识我知道 小伙子啊 辛苦你了 您别客气 这样我先下去 我把东西放车里 哎 哎 这小伙子还不错啊 爷爷 您可别想歪了啊 我跟他没关系 走 这小伙子是局的 不知道 以后我和我的孙女 有人保驾护航了 就他保驾护航 他都冤枉死我了 我的车就他以后 他现在是带随理工 哎呀 特里不让人 天教授 哎呀 我这车差点儿 委屈你了 不错了不错了 过去那会儿啊 有辆自行车就很好 哈哈 您慢点啊 开稳点啊 哎 这是一层 这是一层是吧 上面是二层 二层是钢管架 哦 那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我们工作那多好 咱们这是公司 一定要注意公司形象 啊 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哦 给他 我再想想一下 哎 这里不能带着 老板给你钱了啊 你快走 赶紧走 咱们这个线 是从二层往上走了 快点 再往这上面走 大概需要多少时间 半个月 半个月 对对对 咱们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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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嘿 好 你 Paying 我去我也准备了 你永远也有什么 没变相 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只要照今天不走了 中午就在我这吃饭 医院的饭呢 怎么着都吃不痛快 行 正好呢 今天我请了一天的假 我一直觉得警察挺忙挺辛苦的 怎么认识你之后 让我这观点彻底颠覆了呢 这孩子就是从小让我给宠坏了 小朵 去看看有什么菜没有 早就买完了 别别别 这样 今天呢正好我没事 我来做饭 您二位尝尝我的手艺 历容 钱总 厨房在什么地方 您歇着啊 您好 您找哪位呢 您好 我是大陆公司的张元龙 听说钱老病了 我们老板让我来看看 爷爷找您的 快请进 好 你好 您好 天老 师弟怎么样 请坐请坐 好些没有身体 好多了 找我有什么事吗 也没什么事 好 谢谢 听说您前的时间住医院了 我们余总呢一直挂念 走向到医院去看看你 但是市里面的各种表彰会太多了 一直没有去 表示歉意啊 请代我向你们余总转达谢意 也希望你们能理解我的职业 你们的新楼盘 卖的还不错吧 还可以吧 您的文章发表以后啊 对我们出动很大 为我们悄悄的警钟 我们正在抓紧时间 进行整顿 解决问题 态度不错 我是希望楼市能真正为民所需 少些黑幕 多些净土 是啊 哦 你看 这是余总的新衣 您收下 这是干什么呀 新衣无灵了 东西你带走 不 你得收下 如果你要不收的话 我回去跟余总没话交代 我先走了 您多保重 天老 别走啊 小朵 哎 姐 怎么了 看看 你看看这 喂 秦老 刚才送的礼品盒子里边 有张卡 你查收一下 卡 什么卡 喂 小朵 赶紧打开 打开看看 爷爷 爷爷 这不是堵我的嘴吗 小朵 赶紧给他送过去 给谁啊 就是刚才那小子 哦 哎 小赵有量家伙 哎 小赵有量家伙 让您见笑 我这个谈不上宫廷御膳 估计好吃没问题 我要不做警察 我肯定多半会做一个厨师的 不错 还算能吃 不错不错 挺好吃的 现在像你们这么大的孩子 会下馆子的多 会做饭的少 小董啊 你也向人学学 瞧人小伙子多能干 是不错 还会结伤呢 小董 去找银好酒来 不用了 不用了 我开着车呢 好 那就不喝 吃饭 吃饭 你们每天看不看宝质 知道报纸说过什么吗 说我们的房地产 偷空减料 张总 我们也是压缩成本的 这个地价本身就不便宜 再不压缩成本 公司赚什么 正常的压缩成本 我会不知道吗 外包采购这些环节 你们哪个没拿回扣 别说我也不知道 不追究而已 一旦出了问题 谁的日子都不好过 事理决定了 该修的修 该烦的烦 那资金呢 资金从哪出 是我 袁龙啊 前老头那儿怎么样了 估计还是有点硬啊 那你在干什么呢 这些事还用我教你吗 总之 你必须尽快地把事情 给我处理好 明白了 我告诉你 资金问题自己解决 办好了 大家日子都好过 办不好的话 别在公司干了 出去 你看你看 我才离开几天哪 这些花草都已经打蔫了 这不您回来了吗 打理打理 慢慢地精神了 爷爷 我可天天给他们浇水 天天浇水 你以为浇水这么简单呢 那花木它也有灵性 你要按照它的秉性去 不跟你说了 人都说养花修身养性 怎么你这脾气还这么大呀 我这脾气怕是改不了了 丑老酒妈 又臭又硬 就您这脾气 都不知道得罪多少人 我不怕 对于社会的丑恶现象 不问不问 那我们的社会正义 就会受到质疑 邪气不能压倒正气 钱教授 您这脾气跟我妈妈一样 不过您还得忧着点 身体重要啊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这是个认识问题 嗯 爷爷 走 该休息了 学生 你这不是撵人家走吗 那我不管 医生嘱咐过我 得保证您休息时间 没关系没关系的 我也该走了 再见啊 送送赵警官 不用 哪有警察不熟悉到 是吧 警官 没错 再见啊 小冬 你呀 你这脾气也得改一改 你还想嫁出去吗 走走 休息休息 咪咪 别怕 妈妈来了啊 别怕 咪咪 咪咪 别怕 咪咪 妈妈来了啊 杀人了 昨天这个流浪汉是来过这里的 当时我们为了迎接市里的检查 就把他送走了 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了啦 不是 这这刁到底怎么回事 就是小赵送的 当时是说要把他送到收入锁所市的吧 不是 是他送的 是的呀 晓晓 带他过去仔细询问一下 好嘞 不是令发 这 这到底发生什么了 这边看上 好 你送刘浪汉去的收入锁所 什么刘浪汉 刘磊 刘磊 对对对对 昨天晚上我本来是要把他送到收入锁的后来 什么叫本来 就是你根本没送去 对啊 嗨 我跟你一句两句我说不清楚 后来我给了他点钱 我让他找个地方住下 怎么了 你能把这事做到彻底一点吗 要不你就别送你 你死了 这跟彻底不彻底有什么关系啊 什么彻不彻底 你昨天送的刘浪汉死在这了 不 死 死在这了 被人给伤害了 尸体刚好在 这怎么可能呢 那你跟我回去就做底了 那昨天具体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 昨天情况是这样 我呢回到小区以后呢 正好碰到刘阿姨和刘磊他们在发生争执 刘阿姨就非常希望我把这个刘浪汉送走 本来我也想 而且我也应该把他送到收入站 可是 我真的没想到 警察同志 你快停车吧 我求你了你快停车 你废话老是坐着啊 大哥 你要是再不停车 我 我可跳车了我 快帮你 我告诉你啊 别再瞎闹 再闹我对你不客气了 大哥 大哥你还是让我走吧大哥 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这些年我可不容易啊 前几年我老婆带着我的孩子啊 离家出走了 这些年我为了寻找我的老婆孩子 我是变卖了所有的家产 这刚刚有了一点线索 你要是把我送到送人所 这线索一段 我可能这一辈子也见不着我老婆孩子了 大哥 我求你了大哥 行了行了行了 我问你 你跟我说的都是实话 大哥 我要是有半点谎话 我这千打五零哄了我 行 我可以让你走 但是你给我记住了 出去以后不能再干扰别人的生活 另外找到老婆孩子以后 好好跟他们过日子 记住了吗 哎哎哎哎 这个拿 行了拿着别嫌少 走吧下车 记住我跟你说的话 注意安全啊 嗯 行了 行啦 去吧 所以 刘里的死我是有责任的 如果我当时要是坚决一点 我要是坚持把他送到树荣站 可能就不会 真的 突然之间一个好好的人 作为一名警察 我真的特别内疚 行了别太自责了 这种情况下 谁没想到是这个结果 杜队 杜队 许证怎么样 刚录啊 您好 这是谁啊 和死者有过接触的人 录完口供咱们开个会啊 是 那你先回吧 有事我再找你 好的 让他签个字 好 你看一下 是否和你说的一样 如果没有意义 请签字 现场情况 从现场取证来看 没有发现可疑的证物 而且从现场看 也没有活动的痕迹 是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初步推断 应该是第一案发现场 试验情况 从尸体解剖来看 死者 应该死于 遁体疾伤 伤口在头部 一击致命 看来凶手 应该很专业 从死者 胃部提起的 食物残杂来看 没有致命的药物 而死者的生殖器被割 应该是在死后隔去 好 从死者身上的物品来看 在他兜里发现了50块钱 但作为一名乞丐来说 这些钱数是比较可疑的 而且他身上的物品呢 都比较零碎 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物品 小七周围的监控录像 已经掉来了 正在查看 不过那个地方很偏僻 没有安装摄像头 嗯 这样啊 先确认死者身份 查清社会背景 寻找案发现场的目击者 以及当天 所有接触过死者的人 具体细节不用我再说了吧 不用不用 好 那分头行动 行吧 是 刘队 嗯 您这是一夜没睡啊 迷糊了一会儿 怎么样 情况怎么样 我们搜索了一晚上 除了发现一些散落在现场的被害者的遗物 没发现其他可疑的东西 嗯 案发现场被处理过了 而且这个人的作案手法有点易了 这样啊 咱们今天这样 副公 李峰 你先休息一会儿 然后到案发现场 查一查看有没有见过死者的人 是 赵岚 到 你把死者的照片和有关资料 发到内部网上 然后去查一查现场周边的情况 是 行动吧 杜队 我干什么呀 你跟我走 阿姨 您是住这儿的吗 我不是 她是 好 谢谢啊 阿姨 你好 我想问您一下 你最近看不看这附近有个流浪汉在这儿出现过 腿有点瘸 没有 哦 没有 那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物最近在这儿出现过 也没有看见 哦 好 我给您留一张名片 有什么事您随时联系我们 好吧 谢谢您 好的 不谢不谢不谢 每件事情 就会这么说 好 诵 有点 就没有 但是 你没有 有点 过去 行路 请联系我 嗯 还好 麻烦你了 联系 再见 老板 你好 你好 我向您打听个事 最近这附近 发生一起凶杀案 您知道吗 本家大 是这样 我是咱们这儿行程队的 这是我名片 我希望如果您发现什么可疑的人 或者有线索的话 及时跟我们联系好不好 好好好 谢谢你跟我们合作 再见 谢谢 对 别的 跟我说 吧 不 快 不 睡觉 您 哇 又 登上 我 你们 一直没有离开这个新楼牌 有可能 因为外边比较冷 可能他躲在里边取暖吧 你们那边情况 去附近网吧老板反应 被害人当天下午 曾在网吧出现 由于衣衫不整 一开始没让他进 直到把钱拿出来 才让他进去 那去网吧需要出身份证 有身份证付印件吗 这我们查过了 这网吧很不正规 上网根本不需要登记 老板还说了 这家伙上网不久 就在网上搜索黄色那种 结果被轰了出来 性压抑 可能吧 对了 说对了 当地的一个洗手房 老板娘也说了 这个人曾经来过 还问提不提供特殊服务 你看 这我说对了吗 这就不难理解为 为什么他死后 凶手会割下他的生殖器 我想这个案子 应该初步定性为仇杀 或者因为行为引起的谋杀 当务之急 是要查清这个人的身份 李峰 你怎么来了 我找你啊 我这正忙着呢 什么事 我跟你说点案子的事 对 我正想问你 那个被害人的口音 你听不听出是哪儿的人 我正要跟你说这事 昨天晚上回去以后呢 我仔细想了想 我感觉像是河北那边的人 具体哪儿的没说 没说 那行 我先过去 哎哎哎哎 哎 你等等 案子的进展怎么样 你就这个毛病 你现在应该在指挥交通 没事老伤刑警队干嘛呀 那还是因为 我有当刑警的直举 那你早干什么去了 我现在也不晚啊 我告诉你 没准我能帮上你的 哎呦 行大哥 你别给我添乱了啊 要注意记录 哎哎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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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儿 你一个女孩子家这么晚还没回去啊 我告诉你啊 现在可以有一个专门抢劫强奸妇女的罪犯还没落 你有完没完 你不好好破案 你跟我说这起干嘛呀 你赶紧去抓坏人吧 你好好工作了 才能保证我的安全 不给你罗锁 陈董 上车 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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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